GAMEMAN 吉利蛋是一种非常难得的精灵 而且只有一种性别 雌性 他非常爱护自己的蛋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他的蛋 就要学会一些撩妹的技巧 比如这样 小吉吉 今天你可真漂亮 你瞧你这个发型 一头古希腊小脏辫 引领时代潮流 嫩嫩的粉色 配上发烧的渐变 呈现出的不仅是生命的活力 更是超流的气息 一股股惬意的舒适感扑面而来 这种感觉 难道就是人称天堂的 地中海风高 小心我迪斯尼哦 小莉莉 你的身材好棒哦 现在男生 都喜欢你这种肉糊糊的女生 你看你啊 前涂后翘的 浑身散发了一股淡淡的清香 看到我都流口水呀 当然 如果你能再配上一点 胡椒酱油 不喝叶什么的 那简直就是 先把你的筷子收起来再说话 小蛋蛋 今天你的妆化得好漂亮啊 远入那脸盘子 和整个身体浑然天成 没有丝毫的违和感 淡淡的窗下巴 突出一个俏皮 可爱 小小的眼睛啊 却目光如炬 眼中似乎有着星空 有着宇宙 有铁板烧 有蛋包饭 总的来说呢 就是运用我们多年的辽媚技巧 把蛋骗到手 骗到蛋之后呢 就可以进行我们的第一步料理了 打鸡蛋 你看这个蛋 它有长有款 就像这个碗 它有达有月 然后我们就这样 到这里呢 我们的蛋饼就算做完了 因为我们是把蛋骗过来的 蛋很生气 所以你看 生气的蛋 就是这么有弹性 所以知道我为什么用骗这个词了吧 接下来这工作不得了 光有蛋还不行 我们还需要加一味调料来增色 这就是樱花酱 这是需要我们的樱花宝了 樱花酱呢 是一种可口的调料 但是想获得樱花酱 却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你以为这样就行了吗 哼不 像我这么热爱小精灵的人 我会这样 樱花宝宝 来来来 我是游戏诗人大A呀 我做过很多节目啊 比如说我的游戏人说动漫呢 这其中呢 还有各种特级呀 比如说海贼特级呀 奥特曼特级呀 博演特级呀 还有学霸特级呀 专门教你们怎么考试的呀 你来看一看吧 看完还可以扫二维码 关注我一波投啊 我每天都会推送有意思的东西哟 再来了 我这节目还不离如此 我还做过抱好意思的游戏 网者What the fuck AHA 战斗九康 守望AVI 以及生死时刻Top 还有一档近期上线的 叫做游戏一分钟啊 想不想多看看呢 超好看的呀 我跟你说呀 可是不看我的节目呀 你的人生都不完整 那不是你的果生都不完整 你看这样一来 虽然费解口舌 但是得到了新鲜的樱花酱 把樱花酱 淋在半个小时前 做好的鸡蛋饼上 再从地上随便捡一点 妙花种子打喷嚏 掉下来的叶子 碾成粉末 全部浇洒在鸡蛋饼上 这样一道美味可口的蛋饼宝 就这样完成了 真的是很有成就感啊 注意 做完料理 记得鼓励一下你的精灵 你的精灵下次会更努力的 我觉得很OK 在下游戏是任达A 本期呢 是我们的料理特辑 那最近呢 我们在策划 以及海贼的节目 我知道去年开始 有很多海贼迷 是被我的这个 海贼特辑骗过来的 然后我们就 很久没有跟过海贼了 新的海贼呢 将会用不同的方式 跟不同的角度去阐述 相信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好的 游戏远速度慢 每周五更新 我们下期 再见吧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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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